柳如烟在他父亲手术当天 错过了白月光的求救电话 白月光在同一天惨死 柳如烟怪我南下这通电话 因此恨了我一辈子 他讨厌我 却还是跟我联姻 为的就是折磨我 他说 我这样的人 不配得到幸福 从来一世 我眼睁睁看着他接了那个电话 然后费了一条腿 哭声传来的时候 我的脑袋还一片混乱 全身发冷 又似乎有点热 我迷茫的环顾四周 护士正推着人往手术室跑 柳如烟搀扶着随时要倒下去的母亲 也跟着后面 而我也像个没有灵魂的人样 拿着东西 紧随两人身后 病床上躺着的正是柳如烟的父亲 妈 爸会没事的 柳如烟皱着眉头 脸上看起来没有太多的担心 公司现在一团乱 你爸爸不能出事了 不然咱们柳家就要倒了 柳母渲然欲气 现在医学发达 我也在网上查过了 只要医生正常发挥 不会有意外的 柳如烟安慰到 手术门关上的时候 我才终于回过神来 我重生回到了柳如烟父亲 心脏病发的那天 也是他的白月光 一腾城死亡的那一天 我的心脏疯狂在跳动 上一试 一腾城电话打过来的时候 柳父正在抢救 医生说随时可能有危险 我家和柳家是市郊 两家都住在同一个别墅小区 还是邻居 从小我也是柳父看着长大 我担心柳父抢救过程中 会出现什么意外 柳如烟要是不等在这儿 肯定会留下遗憾 所以在看到一腾城的电话 打过来的时候 我悄悄将柳如烟的手机 调成了静音 后来柳父被抢救过来 柳如烟才看到 手机上一腾城的未接电话 等他再次打过去的时候 已经打不通了 第二天 一腾城死亡的消息就传了出来 柳如烟后悔万分 他揪着我的衣领 心红着双眼给了我狠狠几巴掌 怪我害死了一腾城 如果我没有把他电话调成静音 他就能去救他 我就是罪魁祸首 上一辈子我从来没经历这样的事 一条人命因为自己的原因消失 这让我恐惧又害怕 我也被他洗毛 认为这一切都是我的错 所以任由他把气发泄在我身上 从此之后 我成了全校同学欺负的对象 所有人都说我是杀人凶手 我浑浑噩噩噩的生活 成绩从年级第二一路下滑 最后柳如烟用了手段 让我无法参加高考 后来他又用我对他的愧疚 让我答应跟他联姻 然后折磨我 他说 气博达 你这样的人不配开始新的生活 你别想逃走 这辈子都应该活在痛苦里 日日夜夜记着 是你害了一条人命 这辈子你也别想忘记这件事 我就这样活在自责中 我答应了柳如烟的无理要求 入坠了柳家 他让我住在柳家最阴暗的地下室 过着连下人都不如的生活 最后 我冻死在了一个下雪天 而伊藤诚也是死在一个下雪天 手机铃声将我从前世回忆中拉回 手术室的门已经关上 我呆呆地站在手术室门口 看着铃声不断响起的手机 是伊藤诚打来的 电话铃声逐渐增大 我盯着屏幕 手指都在颤抖 上一试 因为这个电话 因为我多管闲事 我害了自己 也害了家里 这一次 我不会再犯傻 柳如烟还在安慰他妈妈 电话铃声似乎并没有引起他的注意 环境太嘈杂了 人来人往 说话声还有哭声汇集在一起 柳如烟想要听到电话的声音 确实需要花费一点耳朵 我的眼泪突然不受控制地流了下来 原来上辈子 就算我不把手机调成静音 柳如烟也接不到伊藤诚的电话 原来这一切 根本就不是我的错 我按着手机的音量键 逐渐把手机铃声调至最大 柳如烟终于听到了声音 她皱着眉头责备地看了我一眼 谁打来的 算了 挂了吧 她也知道 这个时候任何人的电话 都比不过父亲的生命安全 我在心里轻斥一声 走过去把电话塞进了她手里 这一次没有我的阻止 她会怎么选择呢 柳如烟显然没想到是伊藤诚的电话 她抿住嘴唇 手指停在屏幕上好久都没有接通 直到电话自动停止 是你姑姑打来的吗 柳母随口问了一声 柳如烟只说了句不是 电话又再次打了进来 柳母这下也看清了屏幕上的名字 脸色顿时难看起来 你还在和她鬼混 你真的要气死我们 柳母被气得喘得粗气 妈 伊藤诚打电话过来肯定是有急事 说完柳如烟看着我 我看她丝毫没有要接电话的意思 她那样看着我 似乎是想从我嘴里听到些阻止的话 可我只觉得这一幕无比的讽刺 是啊 她无法怪她的父母 只有我阻止了她 她才有理由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 伯达 你劝劝她 她现在简直不像话 柳母责备地看向我 我嘲讽地勾起嘴角 他们全家人都期待我做这个坏人 这样他们就都能心安理得地怨恨我 上辈子我怎么就看不明白了 上辈子我被柳如烟折磨的时候 柳母只说 伯达 你忍折点 等柳如烟心里的那口气消了就好了 柳如烟也满眼期待地看着我 我能明显感觉到 她希望我能给她不接一腾城电话的领 我却说 伯母 一腾城的电话一直打 她或许真的有什么急事呢 现在伯父也在医院了 有医生在呢 我们也都在呢 我没有给任何人任何建议 该怎么选择 全看他们自己 柳如烟听完 眼神里闪过一丝一样 随即走到一边接通了电话 很快柳如烟就跑了回来 她满脸急切 妈 我有事先出去一趟 你爸还在手术室里躺着 你就非要为了那个混混 这个时候走 柳如烟看了我一眼 纪伯达这不是在这里陪着你吗 随后她就跑了出去 是啊 还有我陪着 我就是一个帮她收拾烂摊子的人 柳如烟气得捂着胸口 气发不出去 只能转头看向我 你说你 你就由着她胡闹 你怎么不阻止她呢 你就看着她和那个男的鬼混 柳如烟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看着我 我只觉得无比恶心 自己管不住自己的女儿 反过来怪我 我有什么责任和义务去管她 就因为我们是邻居 就因为我对柳如烟表现出了好感 我的电话也在这个时候响了 我皱着眉 一脸担忧 爸 你怎么了 我马上过去 挂断电话 我一脸着急的冲着柳母道 我母 我爸现在进医院了 我得赶紧过去 柳母显然不想让我走 但她又找不到理由把我留下 趁着她愣神的公主 我转头溜了 没错 我就是特意给我爸发的短信 让我爸和我演一场戏 这一家子恶心的人 我是再也不想和他们有任何关系 当然因为家里的生意还有往来 我爸还是做戏做群套 真的找了个理由去了医院 我压抑着内心的激动 接下来柳父会被下病危通知书 柳母会因为急怒公心而脑梗 当然因为上辈子我和柳如烟都在 这一切都有序的进行 最后两人都没出什么大事 但是这一次就不一样了 我和柳如烟是青梅竹马 两人出生没差几天 同小父母就被我们定下了娃娃亲 我们按照父母要求的那样 从幼儿园一直相亲相爱到高 柳如烟按照柳母希望的样子长大 品学兼优 常年霸占年级第一 是全校公认的高冷女神学霸 或许是十几年规矩的生活 让柳如烟心生厌倦 高二这一年 柳如烟突然变得叛逆 伊藤成是高二下半学习开学的时候 转学过来 他浑身吊耳郎当 在所有人都穿着拥堵校服的时候 他穿着紧身裤 耳朵上还打着耳钉 裤子上戴着兵铃当机的裤链 敲击着每一个低头学习的同学的心 所有人都被他所吸引 柳如烟也不例外 他从小就机械地完成着 老师和家长对他的要求 从不反抗 伊藤成出现的时候 他麻木的眼神瞬间亮了 我从来没在他脸上看到过那种眼神 我的心瞬间有种难受的感觉 我知道有什么东西好像要改变了 伊藤成就像是一块金属吧 闯入了柳如烟沉浸净多年的湖面 让柳如烟平静的生活瞬间沸腾 他终于体会到了自由的味道 他开始逃课 早恋 他开始做十几年压力时光里不敢做的事情 我曾经无数次劝他好好学习 未来重要 他却跟我说 纪博达 你吃错了吧 他往我脸上吐着烟圈 时不时望向厕所里 厕所里 伊藤成正把一个男生拉进去 不一会就有闷风声就传了出来 柳如烟 伊藤成不是个好人 你离他远点 柳如烟把烟扔在地上 用脚碾面 勾起嘴角 你在背后说人坏话 你就是好人啊 我还想苦口婆心的劝说 但柳如烟已经满脸不耐烦 是不是我这么多年对你太温柔了 你在我这蹬鼻子上演了 以后再说伊藤成一句话话 我不会客气 奉劝你一句 少管我 那样无聊的人生 你自己一个人受着就足够了 过去发生的一切历历在目 我无数次后悔当初管过他 幸好 我有机会重来一次 我赶到医院时 父亲手上挂着水坐在一边 母亲则躺在床上玩着手机 看到两人 我眼睛瞬间就红了 上辈子入坠柳家之后 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们 后来技家破产 我想要去看他们 柳如烟也不让 婚后 我被柳如烟彻底软禁了 难过了 难道你苏伯父没抢就过来 父亲站起身 脸上说不出是什么情绪 母亲拍着我后背不停安慰 儿子 想开点 生老病死 人之常情 柳父就这么在父母嘴里被判定死亡 我忍住笑 解释了一句 这才发现父亲手里正打着针 爸 怎么回事 不是让你演戏吗 你怎么还真打上针了 我一脸担忧 上辈子 柳如烟说父亲死于直肠癌 我立马就慌了 爸没事 就是这几天身体正好也有点不舒服 就过来瞧瞧 医生说没什么大事 父亲一脸慈爱的看着我 不行 必须做全身体检 我现在什么也听不进去 上辈子父亲死后不久 母亲就跳楼跟着父亲去了 这一辈子 说什么我也要让父母长命百岁 你先说说你怎么回事 你不最黏着柳家那丫头 怎么今天他家出这么大的事 你反倒走啊 母亲的话里隐约透露着一股醋问 我不懈的笑了笑 柳如烟自己都不陪着他爸 我还留在那干嘛 不提他们家了 现在就安排体检 我不想提柳如烟 当场就拉着父母体检 技家不缺钱 当晚医院就给爸爸安排了一些 不需要空腹检查的项目 增强核磁检查的结果溢出来 我就松了一口气 父亲的职肠上长了一个肿 但肿块体积不算大 只要尽快切除 后期基本就不会出问题 医生看完片 连连夸我 你家这孩子真是福星 职肠上的问题通常很难发现 我站在一边 对于这样的夸奖 我只觉得羞愧 我才不是什么福星 我上辈子害死了他们了 第二天 我跟老师请了假 一早准备陪着父亲做手术 早上父亲的手术刚做完 医院的急救室就送来一个人 我一看 好家伙 病床上躺着的人不正是柳如烟吗 只见他身上血迹斑斑 左腿上的伤口 看着更是触目惊心 一个民警跟在身后 我见状赶紧拉住他 警察同志 发生什么了 警察看了我眼 皱着眉头呵斥的 少打听 警察同志 我认识那个人 那是我邻居 我当然知道警察不会随意透露信息 但听我这么说 警察赶紧把我拉到一边 当场给我做起了笔物 原来警察是今天早上接到群众报案 这才发现受伤的柳如烟 你有他们家联系方式吧 赶紧联系一下他家长过来 我听完心情凝重 这一是伊藤诚没有死 柳如烟救了他 那柳如烟救了他之后 伊藤诚怎么不立刻报警呢 伊藤诚人呢 这一切似乎都没那么简单 但看柳如烟这样 我心里莫名觉得畅快 喜欢伊藤诚 喜欢自由 接下来的自由你还想要吗 柳如烟 警察同志 柳如烟的父亲 昨天心脏病发住院了 现在要是联系他的母亲 他肯定撑不住的 我善解人意的 警察也是感慨万分 不管如何 他这样子必须要家人到场才行 我直接把电话给了警察 也免得他们去查了 警察联系上了柳如烟的姑姑 很快他就赶过来 他赶到的时候 医生正好出来 让家属签字做手术 左腿严重坏死 必须截肢 柳如烟姑姑 似乎承受不住这样的打击 差点没站稳 他一眼就扫到站在一旁了 怒吼道 到底怎么搞的 你怎么不管他 你没跟着他一起去吗 胡闹 你在这吼什么 这关我儿子什么事 我妈突然出现了 冷着脸冲柳如烟姑姑质问 他没想到我妈也在这 脸色顿时难看起来 善善搞 不是 我就是看平时他都追着雪儿跑 雪儿出这么大的事 他也不说拦着你 要是他能管着点雪儿 今天也不会出这事 可拉倒吧 我儿子姓季 不姓柳 他没有义务管他 再说了 他爸就在医院 刚手术完 这个时候不陪着爸爸 还追着柳如烟跑 怕不是个傻子吧 柳如烟还能比他爸重了 他自知理亏 不敢继续再说什么 转身继续跟医生商量 最后的结果当然是结枝 北城的冬天 就是普通人都能给冻死 柳如烟身上还有伤 没死真的算命大 母亲一脸不悦地 拉着我进了父亲的病房 男男道 这柳家真是没一个能拎得亲的 什么事都想往我儿子身上甩 你还说让两家以后结亲家 他们仗着博打喜欢他 完全不把博打当回事 要真结婚了那还得了 说着 他转头用手指戳着我太阳穴 你说你也是 偏偏看上柳如烟那个丫头 那个丫头性子太冷了 跟他结婚你不知道要多心痛 我知道的妈 我不喜欢他了 我语气淡淡地说着 我妈张着嘴 嘴里没说完的话卡住了 不敢置信地看着我 你转性了 真不喜欢他了 我坚定地点了点头 柳如烟为了个精神小伙还截肢了 这样的人 我嫌弃地撒了择舌 我爸妈也是一惊 听我把事情一说 他们俩都万分感叹 我还说柳如烟这性子呢 感情人家压根看不上我们博打 我妈早就看不惯我总是迁就柳如烟 这回听到柳如烟为别的男人断了一条头 更是对他没一点同情 几个小时后 柳如烟姑姑敲响了我爸病房的门 此时我和我妈正当着生病的爸爸 吃着丰盛的烧烤 惩罚他总是没时间陪伴我 爸爸佯装生气 却由着我们胡闹 柳如烟姑姑一进来 我就感觉他的脸沉了下来 但他还是硬挤出一个笑 纪哥身体好点啊 父亲点了点头 直接问道 听说老苏也出了一点事 他好点没 他已经转到普通病房了 就是我那弟兄 脑梗后遗症有点严重 还有小雪他 说着他就哭了起来 纪伯达 你过去看看他吧 他当心 我继续没心没肺的吃着烤串 难难道 等他好一些我再去看他吧 纪伯达 小雪现在都这样了 你不去看看他就算了 还有心情吃烧烤 可能是我当了太久的甜狗 周姑姑理所当然的责备我 我做点什么他都看不过眼 周姑姑 我吃什么是我的自由 柳如烟腿断了又不是我造成的 我妈都没管我呢 你倒是管起我来了 再说了 柳如烟他有男朋友 以后别总把他跟我扯在一起 我擦了擦嘴 收起吃完的垃圾走了出去 其实周姑姑不说 我也是要去看看他的 毕竟没人比我更想看到他的惨状 我不仅要去 还要去扎他的心 丢了垃圾我就去了柳如烟的病房 他看到我 只是抬了一下眼皮 给我倒杯水 柳如烟说道 我站在床边没动 只是从头到尾在打扰他 会等我姑姑走了之后 你安排伊藤诚进来看我 柳如烟继续自说自话 我吃笑一声 你知道伊藤诚在哪里吗 我问道 看来柳如烟是完全不知道 昨天自己被伊藤诚给抛下了 看他这一如既往冷静严肃的样子 我猜他还不知道自己截止了 柳如烟一脸不想跟我废话的表情 高冷的伸出手道 手机借我用一下 我自然的一把手机借给他 只是他拨通了伊藤诚的电话后 对面显示已关机 他不死心又打了紧 还是显示关机 伊藤诚肯定出事了 快点报警 柳如烟一脸担忧 我只觉得嘲讽 果然是真爱啊 自己都受伤了 还担心他呢 只是等会儿知道真相之后 你还爱不爱呢 伊藤诚没事 他今天一早就出境了 怎么会 柳如烟有点失望 但很快又打起精神来 我知道 他肯定是担心我爸妈怪他 这家伙这个时候胆子居然这么小 昨天我都敢过去整他 他还担心个什么 我听不下他这些傻F话 直接打断他 你是今天被诗荒老爷爷发现 才被送来的医院 我感觉柳如烟已经有点怀疑人生了 他还是嘴硬的 怎么可能 昨天你不在 你妈脑梗了 下半辈子都要躺在床上 我继续放出让他崩溃的消息 柳如烟显然是不肯相信 但他的表情确实动了 他有点后悔了 但是这还不足以让他崩溃 毕竟 他向来冷静 还有 我扫了一眼他的腿 淡淡的 因为送医不及时 你的腿 截肢了 柳如烟有瞬间的愣神 他试着感受了一下 想证明我在说谎 随后他疯了试地坐起身 不顾伤口的疼痛 猛然揭开盖在身上的被子 看到只剩半截的左腿 他彻底崩溃 怎么会 怎么会这样 我的腿 他在病房里毫无形象的尖叫 拼命砸东西 抓脑袋 甚至抽自己耳光 他多么希望这是一场梦 他想站起来 却直接倒在了地板上 因为他的右腿粉碎性骨折 就算治好了也会有后遗症 他最喜欢自由 因为向往自由 他被无拘无束的伊藤城所吸引 可是现在 他的下半辈子都无法自由了 即使装上假之 但对于柳如烟这样追求完美的人来说 他也无法接受 我默默退出病房 贴心的替他关好了房门 其他病人还要休息 警察最终什么也没查到 那个地方是老城区 有很多监控死角 现在只有找到伊藤城 真相才能大白 上辈子柳如烟一直恨我 没让他接听那个电话 害伊藤城死亡 因为我当时从来没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一条命因为我的阻拦过了 我真的很自责 可是后来我想明白了 伊藤城要是真的需要帮助 完全可以打电话报警 而不是让柳如烟过去 这一切 从一开始就是针对柳如烟的一场局 至于这场局幕后之人 我相信很快就会出现 柳如烟因为养伤一绝不振 而我参加了高考 以全校第一 全是第二的成绩考入了理想中的大学 我选择了金融管理专业 因为柳如烟现在的下场还不够惨 升学宴那天 那个所谓的幕后之人出现了 原来柳如烟在外面早就有了私生女 现在他更是堂而皇之把人带回了家 连因无他 柳家不需要一个一绝不振的废人 柳母也摊在床上 每时每刻身边都需要人照顾 柳府自然毫无顾忌 柳英英出现的时候 我一眼就看出了他眼里的野心 他努力融入这个圈子 但是我还是看到他的心虚 他在外面散养了这么多年 听说九年义务教育没读完就出来混了 现在柳府准备直接带着他接手公司业务 然后尽快给他安排联姻对象 柳府一向就认为学历没什么用 只上谈兵不如实操 曾经柳如烟优秀 所以他不着急 现在这个女儿能力不行 他只能尽快带着他上手 我上前贴心的和柳英英打招呼 他的脸一下子就红了 柳英英你好 我是纪伯达 是你家邻居 欢迎你来参加我的升学宴 柳英英这段时间被很多人看不起 我是第一个热情和他找招呼的人 他受宠若惊 伯达 你说你搭理他做什么 他一个私生女 还没什么文化 你少跟柳家扯上关系 毕竟之前和柳如烟关系就好 爸妈一直让我不要再跟柳家扯上关系 他们觉得柳家太乱了 爸妈 放心吧 我有分寸 大学报到那天 柳如烟难得一件出来送我 纪伯达 你怎么报了那么远的大学 你等我一年 我们一起报家附近的大学怎么样 他眼中难得露出期待的眼神 我只是笑了笑 虽然这句话真的显得他脸很大 但我没骂他 接下来我还有更多可以刺激到他的事情 我选择了南方的城市 因为我现在很讨厌寒冷 上辈子被冻死的时候 我一直幻想着去一个温暖的地方 我准备等那件事结束后 就带父母找一个温暖的地方度过余生 上大学之后 我努力学习 同时也积极参加各种活动 我穿着运动服打羽毛球排球 在周末的时候 和同学们在海边酒馆喝酒吹牛 到处旅游 我的朋友圈里有各种漂亮穿着火辣的美女 我在朋友圈里积极分享着我的日常生活 并配文 老师说的果然没错 上了大学就自由了 我们可以逃课 可以喝酒 可以自由穿衣 可以自由恋爱 我知道柳如烟一直关注着我的朋友圈 这条消息足以让他破防 我就是要让他知道 他在高中渴望的那些自由什么都不是 吸引他的伊藤城也没有什么特殊 大学里 任何人都可以做伊藤城在高中做的事情 我也是想让他意识到 曾经他距离所想要的自由只差半年 他那些自认为伟大的 反抗父母的举动根本不是伟大 而是愚蠢 父母或许对我们有一些控制力 但是柳父柳母对他真的没有那么严格 他有自己的房间 自己的爱好 还有可以随意支配的零花钱 柳父柳母对他的要求不过就是 让柳如烟以后扛起柳家 除此之外 他们根本没有怎么管他 他就是活得太幸福了 所以觉得一切都是枷锁 果然 柳如烟在看到我的这条朋友圈之后 立马就给我打了电话过来 此时我正在酒吧和朋友们蹦迷 周围的气气氛好不热力 纪博答 上了大学就自由了吗 当然 我随意地回答 同时还在附和同学们的话 好了我不和你说了 大家都等着我吧 说完我直接挂断了柳如烟的电话 曾经他以为 他和伊藤城谈恋爱是了不起的事情 他觉得自己比任何人都要无大 他觉得反抗老师就是最大的自已 现在 听说后来柳如烟又消沉了好长一段时间 这都是柳英英告诉我的 自从和柳英英成了朋友之后 我们一直都有联系 柳英英学习成绩不行 有的时候看公司文件 看了头成就来问我 我知道过他好底子 他知道我是学金融管理 平时更是拿着柳富考他的事情 来找我寻求帮助 而柳富拿来给柳英英练手的项目 也都成了我练手的项目 我在柳富的培养下 大学四年成绩优秀 刚毕业就有了只少年的工作经验 苏氏的内部情况 我也知道了个七八成 大学毕业回到老家 柳富建议让我和柳英英订婚 我爸妈不同意 但我直接笑着说好了 好啊 我和柳英英本来也聊得来 结婚对两家公司也好 两家共同的聚会上 我毫不犹豫就同意了 柳英英绝对是欣喜的 但他眼神里闪过了一丝难以察觉的慌张 他当然要慌嘛 这些年他在外面勾搭的男人可不少 不过 我不在乎 柳如烟是第一个站起来反对的人 他装上了假执 但终究不是那个健康完美的他 曾经的他是可以跳黑天鹅的高龙女神 我反对 季伯达你不喜欢我吗 并婚的应该是我们才对 他可怜兮兮的看着我 活像我是那个抛弃他的人 柳如烟 那都是小时候的事情 再说 你不是喜欢伊藤成吗 我直接往柳如烟伤口上扎刀子 伊藤成这个名字早就成了他的禁忌 这么多年他都没回来 肯定是因为亏心 无论柳如烟怎么给自己洗脑 这就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当初你为那个什么伊藤成断了一条腿 以后你让伯达看到你的腿就想到 你曾经为其他男人失去过一条腿 这日子还怎么过 柳英英的母亲说到 柳如烟的母亲在床上躺了两年 刘府忍受不了 起诉离婚了转头 娶了柳英英的母亲 现在他跟柳家算是没关系 不过柳如烟手上还有钱 柳母的日子倒也不算难过 可我要的是柳家一家子都倒霉 我和柳英英很快就结了婚 结婚后 我接管了柳家 柳夫一直都认为柳英英没什么能力 这些年他培养他 也只是想让他了解公司架构 最终柳家还是得靠我撑起来 可柳英英结婚后 我也逐渐了解到了当年事情的一些真相 柳英英在某天动敌喝醉后 和他的狐朋狗友打电话 提到了伊藤成的名字 伊藤成那个家伙居然逃走了 这下可怎么办 想办法不要让他回国 这个家伙命也是大 去了缅北还能活着逃出来 不过不要紧 当初那件事他也不无辜 我们手上有视频 他威胁不了我们 我也能猜到 他们不小心把伊藤成给害死了 然后柳英英就逃了 上辈子柳如烟什么事都没有 柳夫自然不会为了一个犯过事的柳英英 而得罪一个优秀的女儿 这辈子柳如烟不再优秀 甚至身体残疾 柳夫自然不会放弃柳英英这个女儿 我赶紧派人去边境处打听伊藤成的消息 同时也派人在北城盯着 伊藤成现在已经是走投无路了 他无依无靠 能找上的人只有柳英英 果然很快 我的人就把伊藤成的照片发来了 他受得吓人 身上都是亲子的伤口 只是那张脸居然还是白白净净的 我不禁都唇笑了笑 看来他也是能豁得出去 不过他看着还是要比同龄人苍老很多 伊藤成很快就找上了柳英英 他向柳英英要了一大笔钱 柳英英让他赶紧离开北城 伊藤成自然是不肯 他偷摸着继续留在北城 并且一直在打听柳如烟的事情 我派人给了伊藤成一点柳如烟还爱着他的消息 说这么多年来柳如烟一直都为他伤怀 伊藤成果然很激动 我也很激动 等到他联系上柳如烟事 好戏就要开场了 柳家公司很快因为经营问题 被相关机关进行调查 柳英英因为常年蹦跌 在酒吧做的一些违法的事情 也一起被人举办 柳英英被带到警察局调查 当然这一切都是我找人干的 伊藤成也在柳英英关进看守所的时候 联系上了柳如烟 当晚也被抓了进去 柳如烟红着眼 痛苦地冲着伊藤成发火 你为什么要逃走 我只觉得好笑 只要伊藤成不逃走 柳如烟就能为自己的腿上找借口 他是为了伟大的爱和自由 伊藤成的逃走 让他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 柳如烟一直都在查 当初伤害他的凶手 因为他太痛了 他必须要找到凶手 才能振作起来 伊藤成担心自己被牵连 立刻把柳英英等人的恶行全说了 在柳英英还在看守所的时候 他所有的罪行被公之于众 柳家彻底乱了 原来伊藤成是柳英英 特地安排到柳如烟身边的人 从小柳如烟不仅成绩优异 长相漂亮 有父母的陪伴 而他和母亲相依偎 连读书的钱都没有 他的内心早就不平衡 从初中起 他就在外面鬼鬼 从那时起 就一直盯着柳如烟 他看着柳如烟 每天有司机接送上下训 看着柳如烟成为 所有人口里的优秀学生 他极度地想要毁了他 这个念头一出现 他就再也控制不住 他首先想毁了柳如烟的好成绩 所以他找人诱惑柳如烟早恋 他观察了他许久 他发现柳如烟不喜欢成绩好 不喜欢热情的 也不喜欢温暖体贴的 沉闷的 帅气的男生也不吸引他 最后他发现 好像还没有坏学生对他表达过 当时他就觉得有心 他一直都在外面鬼 认识各种混社会的男生 一腾成是他认识的人里最虚人 家境最差 最没有底线的人 他只给了一腾成500块钱 让他去靠近柳如烟 没想到他立刻就成功了 事情顺利地出乎他的意料 后来一腾成看上柳如烟家的条件 他想退出 但是柳英英当然不允许 他们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 当场就把一腾成给打了一顿 还各种羞辱他 还拍了视频 并且威胁一腾成骗柳如烟出来 当时柳英英太嫉妒了 他没想到连一腾成 这种垃圾男人也敢背叛他 后来一腾成把柳如烟骗了出来 柳如烟为了一腾成先走 自己想办法拖住了那些人 最后他被柳如烟安排的人给侮辱了 一腾成甚至在柳如烟昏倒后 也趁乱加入了他们之中 我把这些转达给柳如烟的时候 他心红着眼睛 双手死死抓住大腿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我好后悔 我真的好后悔 柳如烟哭泣地看着我 纪伯达 你说当时在医院 我要是没有接待通电话就好了 要是你当时把我的手机藏起来就好了 你说你当时那么喜欢我 怎么没有为我拦住他的电话呢 如果你阻止就好了 这样这一切都会不一样 我也不会失去我的腿 他试图道德绑架我 我只是冷笑道 柳如烟啊柳如烟 当初你为了你伟大的爱情 连你爸都不在乎 一腾成不是你最爱的人了 这一切不都是你自己求来的吗 你怎么还是后悔了呢 我不再搭理他 转身去了看守所 柳盈盈一脸的颓废 他似乎感觉到对不起我 我没有说责怪他的话 只是往他面前放了三份材料 一份是苏氏的股份转量书 一份是他的不孕不育报告 还有一份是我的不育报告 柳盈盈震惊地看向我 你都知道了 结婚年了 他担心我会掌控柳家 所以他也不想柳盈盈生出来的孩子是我的 这么多年 柳盈盈一直偷偷在我水里放不孕不育的药 我一直都知道 嗯 我都知道 但是我不在乎 我爱的是你这么人 我知道这么多年 一直都是柳父在强迫你做不想做的事情 我不介意 我握着他的手 温柔地摸了摸他的脑袋 现在苏氏动荡 一片混乱 面临破产 我不想你再牵扯进柳家的事情里了 我准备把股份卖了 等你出来了 我们去领养一个孩子吧 到时候我们一家三口好好生活 柳盈盈感动地看着我 随后低头五面痛哭 我把股份全部转给你 你把股份都卖了 拿着这些钱重新另立门户 等我出来了我们一家三口好好经营 我们先假离婚 柳盈盈不肯接受柳家破产这件事 这么些年 我一直引导她做公司的决定 她早就变得自负 自信地认为自己的决定才是正确的 好 我等你出来 我红着泪 上演了一副夫妻情深的戏码 出了看守所 我立马联系律师处理离婚和股份的事情 柳如烟不同意我卖股份 记博答 不要卖 相信我 我们一起肯定能让苏氏度过难关的 我只想和小英好好的在一起 过平静的生活 所以你的建议 我不接受 柳如烟这些年和柳盈盈的身份调缠过来 她现在无比嫉妒的无恋 柳盈盈她那么坏 她故意找人伤害我 这一切都是她做的 你为什么还爱她 这是让她最崩溃的事情 她全心全意爱着的一同城 只是一个败金懦弱的伪君子 而她一直嫌弃了我 却满心满眼都是自己爱的人 她接受不了 记博答 我错了 你看看我好不好 你爱的人本来就应该是我 她歇斯底里的那海者 她愤怒 她不干 那样恶劣的柳盈盈却能得到我全心全意的爱 这是最让她崩溃的 你要是想保住苏氏 那你就自己拿钱把这些股份买回去 接下来你想怎么运作事 都随你 柳如烟手上的股份并不多 大部分都转到了柳盈盈影响 柳赋那边的股份也转到了我名下 这还是柳盈盈劝说的结果 这么多年 柳赋也清楚苏氏内部的一些腐败 她也知道苏氏确实已经日过西上了 柳如烟想要真正掌控苏氏 也花钱不少钱 最后她还是买了下来 因为没有了苏氏 柳如烟就彻底是一个废人了 但是钱不够 她只能抵押或者变卖名下的资产 以及到处借钱 最后 她勉强成了苏氏的掌权人 而我拿到了卖掉的股份 不多 各异 许多项目因为各种原因而停工 资金迟迟收不上来 最后还是宣布破产 幸运的是 公司所有的债务都在柳盈盈头上 而柳如烟只占有股份 她只是什么都没有得到而已 不对 她还欠为了买下股份而借的钱 几千万 不算多 但对于身体有残疾 没有什么工作经验的柳如烟来说 这足以压垮她 而我们家的公司 这些年我一直在让爸爸变卖股份 现在她早就不是技嘉公司的掌权 在把柳家股份卖出去的时候 我爸妈就飞到了一个热带国家 我早就为他们办理好的运营 他们准备好好享受晚年时光 在看着苏氏破产之后 我也消失了 两年之后 我带着妻子再次出现在北城 北城又到了冬天 寒风像刀子一样刮在人脸上 听说柳盈盈母亲抛下柳妇跑了 柳如烟的母亲在柳家破产之后 因为没有钱治疗 活活脱死了 而柳如烟和父亲窝居在城中村 一个小住宿房里 看到我出现的时候 两个人眼睛一亮 只是在看到我牵着一个漂亮女人的手的时候 柳妇的脸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继伯答 你跑哪去了 她 她是谁 她是我的妻子 我笑道 柳妇捂住心口 一脸惊恐 你你骗了我们 你说等小英出来 你们就领养一个孩子 这种话你都信 柳盈盈那种又脏又坏的人 我怎么可能还跟她结婚呢 我回来就是来看看 你们过得到底有多惨 看到你们这么惨 我就满意了 两人穿着破破烂烂 柳妇习惯了有保姆照顾的日子 大男子主义的 她自然也不会干洗衣做饭的活 而柳如烟腿脚不方便 平时还是出去做点灵工养活两个人 至于为什么是做灵工 自然是因为她欠了银行太多钱 现在只要她账上有钱 就会被自动扣除 她红着眼圈看着我 痛苦万分 为什么 继伯答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们柳家 我自认为没有伤害过你 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我想起了被关在柳家地下室的那些日子 我无数求饶 我让柳如烟去找杀害伊藤城的真凶 我求她放过我 我只是拦下了那通电话而已 我没有伤害伊藤城 我罪不至死 她只说 你自认为你没有伤害过伊藤城 就想逃脱惩罚吗 不可能 我说你是罪魁祸首 你就是罪魁祸首 我的思绪收回 冷冷盯着柳如烟 我说你伤害过我 你就伤害过我 好好受着吧 我回来的目的很单纯 就是故意气他们 让他们失去希望 一辈子都厚 柳如烟气急了 捡起身边的砖头就想拍死我 当然 我的保镖直接给挡下来 不用 送去警察局 她有吃有喝的还有暖气 便宜她了 上辈子 因为伊藤城死在寒冷的冬天 她心疼坏了 所以她一直在冬天 变着花样的折磨我 别说暖气 我一连一件 稍微厚一点的衣服都没有 她这么伟大 不得让她亲身体验一下呀 她那个破房子 房东也不提供暖气 柳如烟平时一天 也就挣个几十块 她也舍不得开暖气 听说今年冬天 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寒冬呢 柳如烟翻来 柳如烟当晚 就因为寒冷而发起了高烧 在梦里 她回到了父亲 在医院做手术的时候 纪伯达拦住了那个电话 当时她开开心患了 太好了 这下她不用精力截肢 她会上大学 那个私生女也不会来柳家 柳家也不会破产 她甚至还可以和纪伯达结婚 她欣喜地看着这一切 可是事情不像她想象中那样进行 伊藤城死后 她看到自己把所有的错误 都怪到了纪伯达头上 她折磨纪伯达 她弄垮了计价 她还故意不给纪伯达 吹暖气穿后衣服 最后 她死在了那个寒冷的下雪天 纪伯达死后 她才觉得自己内心一片空虚 她发现自己早就爱上了纪伯达 只是内心始终接受不了 伊藤城的死 只有折磨纪伯达 她才觉得这一切不是自己的错 纪伯达死后 她就去警察局自首了 梦醒来 柳如烟满脸泪 她痛苦地笑着 仿佛疯了一样 纪伯达翻外 柳盈盈不是个好人 我一直都知道 可是如果不利用柳盈盈 我想要搞垮柳家 真的需要费一些工 我没有耐心看着柳家人 继续享受复数的生活 上辈子柳如烟利用我 利用和我的婚姻 搞垮了我家 我凭什么不能用同样的手 我也可以利用婚姻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柳如烟这个人 我是一辈子都不想和她 有任何纠缠 所以柳盈盈一出现 我的脑海中立刻就有了主意 柳盈盈不是一个聪明人 而且她很自负 她身上还有犯罪的过往 这真的是上天 送到我面前的人 我故意亲近她 和她成为朋友 和她结婚 结婚后她每一次碰我 我都忍着我心 在刚结婚的那几年 我也一直在偷偷给她吃病 我不想让这样的垃圾 生出我的孩子 不过我发现柳家 似乎也不想孩子是我 这一切我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但想要柳盈盈心甘情愿地 把股份转让给我 我必须得让她相信我 所以我故意喝下 她准备的让我不孕不育的药 当体检结果显示 我也不育的时候 她才终于放心了 去了国外后 我找了医生治疗 不久之后我的病就治好了 我遇到了真正让我心动的人 很快我们就走入婚姻 现在她肚子里 已经有了我们爱情的结晶 现在的我坐拥亿万资产 交气相伴 父母双全 人生一样